格思奇女星成落到北京找张蓝了 2月24日 狗仔格思奇晒出自己到达首都机场的照片 称自己三年没来北京 家园别来无恙 回家真好 还有网友发出自己拍到格思奇在机场的视频 网友感叹连格思奇都有跟拍了 两周前格思奇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透露 自己因为不满张蓝造谣 5日将赴北京提告对方 当时格思奇还表示 自己还有一个新朋友介绍给大家认识 这个人曾跟汪小飞有些缘分 并表示汪小飞和张颖不可能分手 不过现在格思奇的爆料已经被打脸了 张颖官宣了和汪小飞分手的事实 那么这次北京之行 格思奇又能否胜利呢 格思奇这次其实是来势汹汹 到了北京后还晒出自己 和有着中国最强狗仔之称的卓伟的见面图 卓伟在狗仔圈地位崇高 这次有他在背后支持 格思奇似乎也更有底气了一些 对此有网友表示 大死汪小飞都没有正面思了 你来干什么 也有网友认为来得挺好 给张蓝送热度 不得不承认 格思奇已经成为大死汪小飞事件的边外人员了 而依照最近的情况 大死和汪小飞应该正私下打官司 一些有法律评判 格思奇这个时候过来找张蓝 确实有点脚滚水的意思了 面对格思奇的各种动作 张蓝这边倒是十分从容 当晚就晒出了自己 带着团队外出聚餐的食品 几瓶 杨阳 咱们原来有超江南什么烟花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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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瓜